總統蔡英文來出席到臺灣海警議會 他講到網路攻擊混合前的模式 現在正在臺灣發生 政府除了加強國家主案的連紅 也有民眾要來加強分辨 給予消息 台灣在網路前的政策 今天是網路攻擊 總統蔡英文在去參加 臺灣海警議會在此時 講到五戰爭和中國軍縣 望說混合前無色在臺灣發生 民眾天然使得加強是錯誤的消息 所以強化國家主案的連紅帝衛 是政府現在很重要的鋼造姿勢 不然希望國人要辨識 錯誤加強的消息 總統蔡英文在這幾天前 特別去海軍的所有基地 為問過兵 面對中國加大軍事危險 總統蔡英文 臺灣就像是海軍的順感 會主導無法度有其的方向 不過現在大家團結就能結合社會條件 當時也發佈國軍 古董共軍實機的壓批 海軍順感在東華華海軍國里 的感控強軍火爭 讓他感到無悟好 還有火爭 開著感應好 火爭的飛降 重重提升 十八天 中國軍正經火爭試 甚至三千代七十八大 要在病毒的高屏基地 發生出一位的蘭燥火爭 因為社區的最大 南都管道是無限 所以發覺在這裡 要說是不是在試新的火爭 因為設計中央看起來是中科研的真情 我覺得猜討它應該是千公三行的真誠性 前對共軍看法海峽中山最台化 在最近幾天約過共鑑出現在台海 美國國務院阿泰祖庆康達經過說 中國未來整個月約會繼續 對台灣新加軍事壓力 美台已經開動沒有中意談話 就像雙邊的合作來確保共鑑連安全 記者綜合佈渡